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其实呢 我在前面讲基本思路的时候 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在算地盐所税资产跟地盐所负债的时候 首先是从资产负债表的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去比较 比较完之后 如果有差异的话 在分析这个差异是一个什么样的差异 所以呢 按照教材的内容 它是两节 在这里我把两节内容合在一起 我们统一来介绍 那么这个计税基础 它是我们资产负债务法 也可以说是为了找所得税中的地盐所得税的 最核心的一个概念 你要知道什么叫计税基础了 你然后再拿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去比较 我们就可能会发现这个差异 然后对差异进行分析 我们就知道这个差异是应纳税还是可底扣 我们应该去认为资产 还是应该去认为负债 那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计税基础 当然这里面呢 我不是单纯给大家讲计税基础 我把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这一组概念 来成对介绍 首先来介绍第一对 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资产的计税基础 这是一组概念 无论是资产的账面价值还是资产的计税基础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前面呢 在对两者进行比较时 我们都是说拿过资产负债表的资产 账面价值 再找到它的计税基础 既然是对比 你们告诉我 对比的话 就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他们必须是在同一个时点 还是可以在不同的时点啊 当然他们必须是在同一个时点 为什么 只有同一个时点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它的计税基础 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和它的计税基础 才具有可比性啊 所以大家看好了啊 无论是资产的账面价值 还是资产的计税基础 我们都强调在某一个时点上 并且只有同一个时点上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它的计税基础 才具有可比性 那么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举例子 什么是资产的账面价值呢 其实资产的账面价值就来自于资产的定义 比如说 今天我从资产负债表上拿出一项资产来 一看资产负债表上这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是100万 那我问大家 资产负债表上这项资产的100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将来有100万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如果说你的100万将来有流入 这就是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就是本质啊 当然 会计上强调 我这100万是未来流入的时候 税法 也没意见 当然税法跟会计说你也不要紧张 你说资产账面价值100万是未来的流入 我也认可 但是我并不对你这100万征税 快点说我知道 你不对我100万征税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征的是所得税 所得税对什么征税呢 对所得征税 有所得征所得税 无所得不征所得税 何为所得呀 所得是在你流入的基础上 你得再减去 为了获得流入而付出的代价 我们或者叫成本 大家想想是不是要减去代价的 那才叫所得呢 对吧 你说我这项资产100万 我将来流入100万 这是一个现金流入 我流入100万 不意味着我所得就100万呢 那我流入100万所得多少呢 你把为了获得流入而付出的代价 或者叫成本减去 那你剩下的不就是所得了吗 所以当会计说 我这项资产账面价值是100万是 税法说 我知道你这是未来的流入 但是我要争得税是所得 我需要在你流入这100万的基础上 还扣掉你为了获取流入而付出的成本的 快递就问税法 那我为了获得这个流入 而可以扣掉那个成本是谁呀 税法说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就叫他计税基础吧 于是计税基础就来了 那么计税基础是谁呢 就是在未来期间计算赢大税所得时 可以税前扣除的经济流入金额 诶 我们发现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啊 这是一对概念 它来得同时出现 你看啊 当我拿起资产负债表来 有一项资产占加着一百万 我马上就说 这意味着未来有一百万的经济利益流入 因为资产的本质特征 就是未来的流入吗 对吧 所以我这流入一百万 而税法马上说 在你流入那一百万里边 我更加关注的是 你的成本是多少 你那成本我是允许扣除的 我允许扣除的成本 叫它计税基础 就是说你别绕弯子了 干脆给个数吧 好给个数啊 假如税法说 你这一百万的经济利益流入 我允许你扣除八十万 他就说 哦我明白了 那这八十万就叫计税基础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就叫计税基础啊 大家再想一下 我一共流入了一百万 在这一百万的基础上 允许扣掉八十万 最后剩这二十万是什么 是应纳税所得额呀 那么我就要问大家件事 当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它的计税基础时 一手拿着账面价值一百万 一手拿着计税基础八十万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形成的这二十万差额 它会让将来多交税还是少交税呢 将来流入一百万扣掉八十万 剩那二十万不就是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吗 所以它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增加了二十万 将来应纳税所得额一增加将来会多交税 将来多交税 今天这差异这二十万叫什么名字 叫应纳税 暂性差异 没问题了吧 那反过来 我再问大家 看着啊 如果我这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一百万 它的计税基础呢 不是八十万 假设是一百 一百二十万吧 一百二十万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税法说 你将来流入一百万的时候 我允许你 你看一定是允许啊 允许你扣除多少呢 允许你扣除一百二十万 大家一想就知道 哦 我一共才流入一百万 你让一百二十万都可以扣除 有人可能马上就意识到了 说我一共才流入一百万 你竟然让我扣除一百二十万 什么意思呢 我流入的一百万 你都扣除 除此之外 把别的流入中的二十万也扣除了啊 这就意味着 我这项资产一百万 我的成本可以扣除是一百二十万 那一显然这是个负的二十万 这负的二十万是负所得 所谓负所得是什么意思呢 那很显然嘛 是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了 这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了 它不就是可抵扣差异吗 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所谓可抵扣差异就是 今天的这项资产 或者负责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形成的一个差异 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你看 如果你今天资产的账面一百万 你的计税基础是一百二十万 相当于流入一百万可以扣除一百二十万 用一百减一百二十万形成一个负的差额 这负的差额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不是增加 而是减少了 减少了是少交税 少交税这事 我们今天叫可抵扣差异啊 如果确认的话 因为少交税如同未来有经济利益往里聊 今天就确认为资产 你多交税那个如同经济利益往外聊 你就确认为地盐所负债 所以总体来讲啊 当你今天拿起相资产来 比如说账面价值一百万 计税基础八十万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这二十万 会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增加 将来的应纳税所得增加 将来会多交税 如同在未来有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它的本质是项负债 今天要确认的话 确认为地盐所得是负债 但是确认地盐所负债时 用的是今天的差异二十万 税率却是将来多交税的税率 将来期间的税率 同样道理 如果你拿起相资产来 它的账面价值一百万 它的计税基础是一百二十万 二十万的话 意味着流入一百万 可以扣掉一百二十万 扣掉一百二十万 形成的这二十万差额 会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减少 它是个可抵扣差异 这个可抵扣差异 考虑将来少交税的时候的税率 用将来的税率 算出少交税的金额 它的本质是 未来少交税如同经济利益 汪里流 今天要确认的话 确认为的是 第一严所得是资产 思路就是这样的 一套完整的思路 我们通过两个概念 来把它展开 这是资产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资产的账面价值 还是计税基础 你要想跟他们去比较的话 千万别忘 老师在这有一个提示 他们一定是相同识点的 资产的账面价值 或者计税基础 才可以比较 不在同一个识点上 不具有可比性 一定要同一个识点 好 同样的道理 我们说负债的 负债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学了负债的定义 就知道负债的本质是 经历流出啊 假如今天你的资产负债表上 有一项负债100万 你马上就可以说 这将来要流出100万的 100万流出吧 那么快递上说 将来流出100万税法说 没关系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恨不得把所有的流出 都可以税前扣除 但是税法说 我们税法是有自身的规定的 能扣除多少 你按照税法规定 并且 在你流出的100万中 不允许你税前扣除的 我们税法把它叫 计税基础 来一起看 负债的账面价值 是经济力的流出 而负债的计税基础呢 是在未来期间 计算应价税所得额时 不可以扣除的金额 比如说 这项负债账面价值100万 而将来计算应价税所得额时呢 却有 假设啊 却有80万不让扣除 80万不让扣除 叫计税基础 其实你已经注意到了 资产的计税基础 是将来能扣除的金额 负债的计税基础 是将来不能扣除的金额 看着有点乱 其实你理出头绪来并不乱啊 因为你负债100万将来的流出 里面有80万不让扣除 账面价值100万 计税基础80万 这20万的差额是什么呢 你一想都知道 一共流出100万 有80万不让扣除 那那20万呢 是让扣除的 那让扣除的是什么差异啊 可抵扣呗 既然是让扣除 它不就是可以扣除吗 可以扣除不就是可抵扣吗 对吧 所以负债的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 形成差额是可抵扣 那同样再来举个例子啊 说如果你拿起自然分表来 账面价值100万 但他的计税基础啊 是120万 你牢牢的记住 说我将来要流出100万 花了100万 却有120万不让扣除 那就意味着你花的这100万 不让扣除了 加回来交税的 那么把别的流出中的20万 也加回来交税 汪回一加 那么会让将来应纳税所得增加减少啊 增加呗 所以说当你的负债占加这100万 你的计税基础是120万的时候 形成的这20万的差额 会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增加 因此今天是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把资产负债 这两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的特点 来归纳归纳 第一条 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的 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你要想比较 必须都在同一个时点 不在同一个时点 不具有可比性 比如说你拿年初的账面价值 跟年末的计税基础能比吗 不能比 它不在一个时点上 没有可比性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资产的计税基础 是你将来流入的经济利益中 可以扣除的金额 而负债的计税基础呢 是你将来流出的金额中 不可以扣除的金额 一个是流入中可扣除 一个是流出中 不可以扣除 用你的手势 多比划几遍 假如说此时你正在听刘老师的课 你就停下来 来比划一下 跟刘老师来一起来 资产的计税基础 是在流入的经济利益中 可以扣除的部分 比如说资产账面100万 这是将来流入100万 如果计税基础80万 是说流入的100万中 能扣掉80万 剩那20万 是应纳税所得的增加 所以是应纳税差异 如果是负债呢 比如说负债的账面价值100万 是说将来流出100万 在流出的100万中 如果计税基础是80万 是说流出的100万中 有80万不能扣除 那么剩那20万是能扣除的 它就是可抵扣差异 就照这种方式打几个手势 你一定能掌握的 当然不是因为手势让你掌握 而是因为这背后的理念 你知道资产是流入 而资产的计税基础是 流入中可扣除 负债是流出 负债的计税基础是 流出中不可扣除 那么你就明白了 好 对上述内容 我们进一步向前推进 那什么叫应纳税差异 什么叫可抵扣差异呢 今天的资产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 和计税基础形成的一个差异 它让将来的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今天叫应纳税差异 你比如说啊 为什么强调今天和将来 因为它是10点的吗 在今天这个点上 它有一个差异 这个差异呢 让未来 有时候未来是什么时候 未来就是未来 是将来 未来有多远 我们不去管 总之不是现在 我们就叫未来 今天的这个差异 啊 它让你未来多交税 那它就叫应纳税 今天这个差异 它让你未来少交税 那么今天它就叫可抵扣 今天这差异 让你未来多交多少税 那你得用未来的税率 今天这个可抵扣差异 让你未来少交多少税 你得用未来的税率 而当期所的税 用的是今天的税率 如果是应纳税差异 你将来多交税 这件事本身就 如同未来有经济利益流出 今天我们就把这差异乘以税率 确认为地严所的税负债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将来多交税 流出去的经济利益 它的本质是负债 如果今天的可抵扣差异 让你将来少交税 少交税这事儿 如同未来有经济利益 汪里流 所以今天可抵扣差异 我们确认的是地严所的税资产 这仍然是流入是资产 流出是负债 这样一个本质特征的 在实物中的体现 所以我们学死的税呢 用的就是自己的这套理念 当然上述这些内容 讲完之后 比如说老师 我还是觉得记不住 不过在这里呢 老师还可以给你一套 简便的方法 怎么简便方法呢 你可以愣记一下 当然如果说我们资产的 账面价值大约继续基础 账面价值小约继续基础 这是两种情况 负债的也有两种情况 这四种情况呢 它是相对的 你记住一个就可以 比如说你记住了资产的 账面价值大约继续基础 是应价税差异了 为什么呢 比如说资产的账面价值 100万 继续基础80万 流入100万扣掉80万 行政差额是20万的 应价税差异了吧 比如说你记住了资产的 账面价值大约继续基础 是应价税差异了 那反过来 资产的账面价值 小于继续基础就是可抵扣差异 对应的是 负债的账面价值大约继续基础 就是可抵扣差异 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继续基础 就是应纳税差异 发现了没有 它们都是两两相对的 记住一个 就可以把其他三个都推倒出来 当然这种方法有点笨 万一要是把这一个要记错了 这就整个全盘结束 所以我不反对你记住一个去倒推 这样的话 也许愣这么记 可能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我更希望你知道这背后的道理 如果你知道背后的道理 即便是这记不住了 你这么一推倒 整个也就都能出来 总之 这个两种方法 大家都需要熟悉和掌握 这样的话呢 你越熟悉越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继续看 这里面给大家提一点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呢 其实这事啊 还是跟刚才那两条路径有关 大家听老师的课 就牢牢的记住 所得税 目标就是找所得税费用 路径有两条 一条是当期 一条是地盐 其实这当期和地盐之间有关系 什么关系呢 你在第一条路径算当期所得税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听课听到这都能说出了 什么是第一条路径 就是在你当年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按照税法的规定 把它调整成谁 应纳税所得额 大家想一想 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按照税法的规定 把它调整成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你那个调整过程中 其实就是你的会计利润 调整或调减 通过调整调减之后 调整成谁 调整成应税 应纳税所得额 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呢 是个税法的概念 大家知道啊 会计的概念是我们那个利润总额 把利润总额调整调减之后调整出一个税法概念 叫应纳税所得额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整成应纳税所得额时 这些调整调减事项 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当期调完了 没有将来 一类是当期调完了 还有将来 其实我们那些应纳税暂性差异呀 或者叫可抵扣暂性差异呀 都是在当期这调完了 有将来的事项 当然不绝对啊 有些事项可能没有当期也有地延的问题 那是极个别 个别的事咱个别掌握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在当期所调整的时候啊 没将来的是一部分 有将来的才可能有地延 那么为了让我们的问题呢 后续简单 我们先把那些没将来的给大家说一说 什么叫没将来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第一个是国债利息收入 前面给大家讲过 说企业购买国债相当于把钱借给国家 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 过去的国债利息收入真的也不是很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考虑交所的税的 其实也是对企业的一个 一个优惠或者是一种鼓励 那么国债的利息收入 我们在会计上呢 你买了国债买了债券 你在确认利息收入时 你可能走的是投资收益 你的投资收益让利润总额增加了 而我们算应那税所得额时 拿过你的会计利润也就是利润总额 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把这国债的利息收入一减 减完之后 这算当期应那税所得额 说你当期减的事 将来还有没有再转回 没有了 当期减完 没有将来 没有将来的 过去我们称为这叫永久性差异 06年以前 我们与国际准则驱通之前呢 我们称为这叫永久性差异 那么06年以后 永久性差异呢 就退出了我们这个准则体系 我们不这么叫他了 当然我们很多老师呢 习惯了还叫他永久性差异 叫永久性差异也没什么 说的就是没将来的 这次调完了 税快产生差异 你会计上有这项 税法没有 调完了就产生了差异 这个差异是永久的差异 没有转回的余地了 这叫没有将来 第二个 超过税前扣除标准的业务招待费 那么按照税法的规定呢 企业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按照当年的实际业务招待费的发生额的 60%可以扣除 你花了100万可以扣60万 但是还有一条 最高不能超过你销售收入 或叫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假如你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五是50万 你实际花了100万 100万业务招待费的60%是60万 但你的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才50万的话 你仍然不能扣除60 你只能扣除50 你说老师那我已经花了100万了 你让我扣除50万 那怎么办 多那50万 调增 怎么叫调增呢 你想你发生业务招待费的时候 你是借记了管理费用 比如说待机养损款了 你的管理费用已经让利润总额降低了 降低了多少 你的100万管理费用让利润总额降下100万来 但是交税时 要在你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调增50万 为什么是50万 比如说我100万按照60%你可以扣除60万 但是你最高不能超过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 假设你营业收入的千分之五是50万的话 那你的100万中只能有50万可以扣除 剩下50万调增 第三种情况 我们接着看 超过扣除标准的职工福利费 按工资总额的14%扣除 工会经费按照工资总额的2%扣除 大家都知道有三项经费 还有个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过去我们有个2.5% 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个8% 但是教育经费为什么不在这里 因为教育经费超标的部分在将来还难扣 只要有将来的 它就不是永久性差异 类似的还有谁呢 像公益救济性捐赠 公益救济性捐赠 过去呢我们是利润总额的12%可以扣除 超过部分不让扣除 在不让扣除的时候 它曾经是个永久性差异 那么近两年呢有调整 公益救济性捐赠 利润总额12%的当年可以扣除 超过的部分 未来三年可以扣除 只要未来能扣除有将来的 它就不是永久性差异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公益救济性捐赠了 费用化的研发支出 加计扣除75% 这个后续要专门给大家讲 在研发支出中 如果是费用化的 你在加计扣除75% 比如说你花了100万的研发费用 全是费用化 那你除了减掉100万之后 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还可以再减75万 这叫加计扣除 当期加计扣除 跟未来没有关系 跟地盐没有关系 这都属于永久性差异 还有罚款支出 前面在例题中我们看到了 违反环保部门的法规被罚 那你要把它加回来 因为罚款支出在你会计上 你先走的是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上你利润总额降低了 但交税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加回 还有非广告性的赞助支出 那么广告性的业务宣传费 我们是当年不超过收入总额 15%的部分可以扣除 超过部分以后年度扣除 只要一有以后年度 别管几年 有将来的都成不了永久性差异 这种税块有差异 当期调完了没有将来的 它才是永久性差异 还有像非金融企业借款超过同期 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借款利息 不予扣除 你超过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 这利息不让扣 超过部分 那不允许扣除 就是永远不能扣 所以他们都是永久性差异 当然除了这七项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呢 也许还有 这七项是常见的 大家要把这七项做到心中有数 这些事项一旦出现在我们立体中时 他在走那当期锁子税的路径时 我一说路径明白了吧 我们要找锁子税费用 你在算当期锁子税的路径时 别管调增调减 调完了 它只影响当期锁子税 跟地盐锁子税没关 那些影响地盐锁子税是什么呢 也在当期这调增调减 但调增调完了 将来还要考虑的 他们就成了地盐锁子税了 所以 这些没将来的 就是永久性差异 好 我们来看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中 能够产生应纳税 自然性差异的有 A选项 账面价值大于其 计税基础的资产 当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计税基础时 大家都知道 是应纳税差异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的负债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的 这也属于应纳税差异 它是负债吗 凭着你记忆也知道 这正好相反吗 他俩都是应纳税 那么超过税法扣除标准的 业务宣传费 业务宣传费年度15%可以扣除 超过的部分 以后年度扣除 它有将来 它能扣除 它属于可抵扣 暂性差异 因为题目问的是应纳税 所以我们不选 超过税法扣除标准的 业务招待费 这是没有将来的 是永久性差异 它连暂时性差异都算不上 更何况应纳税 暂性差异了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 是A和B 是A和B